明天在路旁的白色轿车 突然倒退路 三一秒大才油门 往前冲撞真房车 还一连撞上名载外的轿车 变异刑警手持棍棒冲上前 猛打车窗试图破门 但嫌犯完全不理会 事件肇事车车头保险感 都已经撞到撬了起来 嫌犯持续逃逸 变异刑警也冲出巷子 紧跟在后 哎呀我跟你说 我的车都撞了 现场被撞得一团乱 不只造成连环车祸 就连民众停在家门口的爱车爷 惨遭波及 让受害车主相当气愤 很倒买油车很烦 而且他还跟我说 可能会 可能就是 然后再还申请国配 还不一定有 还是没有 我就觉得说 我就停在这边 然后是因为你们追捕的状况 然后导致我们这样子的问题 现场一共有四辆轿车毁损 事发突然 也让目击民众心有余悸 客人有下巴还是怎么样吗 后来应该是 这期经费追逐 发生在八号下午两点左右 原来警方接获诈骗案 随即与被害人合作 打算称被害人与车手 在新北板桥 怀德街面交一百万现金时 上前待人 没想到就在车手取款时 在附近开车监控的收水手 发现远警随即展开落跑行动 还冲撞远警后逃逸 驾车逃逸过程中 与两部车辆查状 事后弃之于大通街 本分局将持续追查导案 锁清整齐案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负责取款的灵性车手当场落网 警方也将全力追捕逃逸的收水手 不让诈骗分子逍遥法歪 靖新闻黄玉婷阿公雅妹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